但是呢FRP的那个条款里面是有一条 就是说如果她的留学生签证到期了的话 她需要离开澳大利亚 她必须出售这个房产 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这一个女孩子呢 她就没有这样做 但是她这个房产一直保留着 而且一直在租赁 这么帅 今天有一个非常很 应该是说最近这几个月来 我们发现到很多的案例 有关于屋主开始要卖房子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的问题 那会计师Mary那边应该有一些切胜的案例 想要跟我们分享是吗 是的 先给大家讲一个小笑话 就是我前两天在刷我的朋友圈的时候 我发现我一个中介的朋友 出了一条广告说 特大喜讯这个房子呢 市场价是83万 然后呢屋主 灰类大甩卖决定74万9卖掉 然后我就直接给他留了一个言 我是海外卖家对吧 他说是的 那大家就心知肚明 就是为了让这个房价不要卖到75万以上 因为我了解如果是这种决定的话 第一首先他之前的那个投资房的报税肯定是 没有 没有做的 大高率是没有做的 第二 他的这个房子增值的空间是很大的 空间大到让他损失了这几万的房价上面的费用 仍然他觉得是合适的 因为我最近也有遇到就是很多的客户就还没有卖哦 甚至他们在估价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大概都知道增值大概是多少 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想结税的方式 那but一提到要结税的方式 可是如果发现他持有了这几年 他什么东西都没做的话 我们就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都要一直赶快求助会计师Mary 是的 我最近也是接了一些这种案例全部都是着急的 很着急 真的 有的甚至是合同已经签好了过来找我的 啊 这个来的 这个 OK好 所以但凡碰到这种情况呢 就是大家只要在有卖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先要找到会计师去聊一下你在卖房之前需要做些什么 这第一点很重要你要先找会计师跟律师 我觉得这两点是你要先找而不是先找我们 对对 第二点呢就看看这个时间点以及你的这个房价是要多少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会问客人 我说你在你理解不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投资在哪一个国家 你要遵循哪个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你要遵循那个国家的税务的要求 那么澳洲的税务的要求呢就是你只要有澳洲的房租收入 是 你就必须要做税务申报 是 那这个房租并不是说他觉得这是一个房租的盈利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那有的客人觉得哎呀我每年要垫好多钱 垫好多钱进去我觉得我的这个房子没有正收益 那么我就会跟他去聊的两件事情 第一你垫进去的大部分的钱可能是还银行的贷款 你还银行的贷款的时候你很多情况下可能是本金和利息一起还的 所以你的每个月的还款额度只有一部分是拿来做抵扣的 所以只有一部分是不必作为利息支出的 另外一部分你还的本金是不能够作为支出的 这个我就是想到因为我最近跟客户这样子解释 你看我这样说对不对 就是客人对澳洲什么都不理解 然后他最近买了一个投资房 然后他才发现 哇怎么要跟律师又跟会计师 然后还要跟注定仲介 然后各自各样的费用 然后我就跟他说 像你刚刚说一开始条 如果一般的海外客户他单纯只是觉得他买一个房子来做收利 做有现金收益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理解还不够好 因为我觉得更正统你应该要去想像 你现在要去run一个business 比如说你去设立了一个工厂 你要让这个工厂能够为你带来每一年有稳定的现金流 你就是必须要设置厂房 然后请会计 然后这个进货出货 你都要把这些东西给set up好 你才可以让他固定每一年有稳定的现金流 必须要用一个社公司或社工厂的概念 去当做一个澳洲房地产投资的一个核心概念 而不只是单纯说我买了有了钱之后 然后我就不管他不行 因为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去管他 可是你很辛苦的把这些东西给set up好之后 你就让他继续一直去滚动就可以了 理解是对的 就是在当地人要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 所以你就要找当地的相关的专业人士去帮你完善你的投资行为 首先要合理合法 对吧 再一个是确保你的这一个钱 以及各方面的税务上面的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你的钱是怎么样收到手里面的 跟租客之间有纠纷也要求助于专业人士 或者是有人帮你去管理的 像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个75万 那个可以再跟我们讲解一下 他为什么一定要 明明他可以卖到80几万 为什么他特意要卖到70几万 这个客人 虽然我没有跟中介去聊这个客人的事情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 我判断这个客人 第一他之前没有报过税 所以他做一个上面的申报 他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然后第二个来讲呢 就是他如果是卖到75万以上 他没有做过报税的话 他是拿不到这一个海外人士购房许可证 卖房许可证的这么一个证书的 所以这个证书呢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呢 会要求税务局把这个12.5%的 这一个卖房的税 根据我们的计算去降低 因为他之前什么都没有申报过 所以他不可能做得出来这样的一个证 对吧 那八十几万扣掉12.5% 他还是觉得有点高的 他就宁可损失掉中间的这几万块钱的差价 他就直接是卖在75万以内 他想直接把钱拿走了 对 就他会 这个客人会认为 他平时税务申报上面的税务压力和费用上面的压力 以及就是说他这个八十几万什么证书也做不出来 一定要被扣12.5%加起来 肯定是比他现在降价出售要多的多的 所以他愿意降价出售直接卖掉 是 法律是定在这边的 你要去说钻漏洞也好 还是说你很熟知这些法律常识也好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那个到最后其实都 你如果会这么想你一开始当初就是固定的去做这些申报的动作 你就没事了 你实际上你可以拿很多的利润 可是就因为你选择忽略它 可是事后这些问题 经过这些律师或会计师或仲介跟你说 你就发现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做 你其实这个是很不必要的事情 是 再一个就是海外的人士要拿到了购房的时候 一定要去向这个海外投资委员会FIRB去申请一个购房许可 那购房许可上面的这些条款一定要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case是他留学生当时过来的 然后他申请了FIRB所有的流程走的都是正规的 但是呢FIRB的那个条款里面是有一条就是说如果他的留学生签证到期了的话 他需要离开澳大利亚他必须出售这个房产 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这一个女孩子呢他就没有这样做 但是他这个房产一直保留着而且一直在租赁 这么帅 对 所以呢而且 对我当时接到这个case之后 我就去review了他所有的东西之后呢 我就跟他说这个房子呢 当时你FIRB的这一个条款应该是不允许你长期持有的 因为他留学生来的时候他当时买的是个二手房 他只能买一套自住的二手房 但是走的时候必须卖 是 对 他当时觉得那个房子增值空间特别好 因为他买了一个house嘛 这几年的增值的空间也是非常可观的 他不想卖 他想留着 是 然后他就说有没有办法我能留 我说第一你要去看一下你的FIRB的信 第二个呢 你再问一下你的律师哪一边 让他把这封信给你解释清楚 有没有什么豁免条款 我说在我看来你这个房子是非卖不可的 而且你早点发现这件事情早点卖掉 比别人来调查你 再强制性的让你卖掉要好得多 而且这个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一定是 这个是联罚代 代 因为你这个已经是 不要说 没有 这肯定是刻意的 因为这个已经是变成一个很常识 如果你是刻意知道这样子的法律 可是你又钻这个漏洞 硬要闯的话 你真的被查到 这个会发很多钱 如果我印象没错 这是以天计算的 对 他很大的问题 这个case 对 他留学生签证可以买一套二手房自住 他买了 但是他签证就取消的时候 或者他的签证到期的时候 他没有去出售这个房产 他反而把这个房子再租赁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你说澳洲政府是有这样的美意也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法律他就是定在那边的 他就是不希望大家就一直往二手房去挤 那如果今天既然我没有一个PR 或者是我没有身份 那我单纯只能买新建的房子的话 那我就买新房就算了 你硬要去抓二手房这个漏洞 其实到最后其实他很有可能 什么便宜都占不到 而且还会留下一个不好的记录哦 是 这件事情也是算挺棘手的 好 今天一样非常感谢Mary 又带给我们这些安逸的分享 那各位观众 如果对于澳洲房地产的税务方面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那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非常谢谢Mary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OK 谢谢大家 谢谢Jerry 拜拜 我负贝 大家